我们确诊了98宗个案 个案编号是7625至7722 其中有9宗是输入性个案 另外那89宗是本地的个案 本地个案里面就有30宗 是暂时找不到源头的本地个案 另外那59宗个案 都是跟之前的个案有相关的 贵东楼那里我们就多了 多了两宗个案 都是已经知道的个案的家人 没有新增了一些单位 在23楼以上就有14位人士 去了见面中心 有两位就是有些不舒服 就送了去医院 在大埔丰年楼一个单位里面 是一个好像是医外用宿舍 现在我们陆续都收到一些个案 曾经去过那里 要么在那里都住了一段时间 要么就周末 就会上去那里住的 送了大概30多位的 那些个案的接触者 就送去检疫中心的 但我们都不是很肯定 是否所有的暴露的人士都被我们找到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会出一个强制的检疫的 不是检测的通告 就给所有曾经在11月15号之后 或之后就去过那个单位 这个单位在丰年楼一支单位 就逗留过两个中华以上的 就需要接受检测的 宝达村就多了一个初步阳性的个案 那现在就合起来 就是有七宗个案 加一个初步阳性的个案 那就是影响了四个单位的 那我们都觉得 都开始都是多了一些 那已经有四个单位 所以都是会出这个检测的检测 那个通知 11月20之后 逗留在那里超过两个小时的人士 都需要接受检测 彩云村的明例楼 我们都有多了个案 那所以加上现在就多了一宗 那就是四个单位 那就是有六个患者的 就是六个个案 那其中一个单位 就是有些跳舞群组的相关个案 那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好像刚才的 宝达村达尔楼一样 都是需要居民 如果在11月20号之后 在那里逗留过两个小时以上 都需要接受检测的尽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